可能会比店家好吃喔 好便宜喔 阿门超商就有卖燕窝 而且好大一片喔 三种 哇 好多喔 那么大一盒 39块 他们倒地 一个才45块 看起来就是很泰国的感觉 他超市这边的冰地 非常多种 吃起来有点像老奶奶 那天我妈拉肚子 她直接吃了一颗 昨天就没事了 很便宜耶 哈啰 我是鬼耀威 终于回到饭店了 我感觉肚子有点饿 11点21分 三半股其实大家晚上 还有一个吃美食的好选择 什么呢 那就是吃便利商店 哇 你感觉好像很不愿意喔 好像没有很惊喜耶 那我们今天去吃两天了 吃过了一些 觉得其实有些吃起来都还不错 是值得可以回购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他去介绍一下 也把它买回来 当场吃给大家看 那现在就让我们前往我们的便利超商吧 Go 到Seven了 那就不客气把它专满了喔 可以 但是你要吃得下 一定吃得下 真老板 没事 没问题 有什么值得吃的 我们都有攻略的 我们第一天第二天来 我们其实都是吃这个 打包猪 一唱的倒地 可能会比店家好吃喔 一个才45块 很大个45块耶 有30几 有40几 有60几 我不会选择60几 我都是买40几 因为它是味道比较够 哦 还有差 鸡肉 也有蛋 那还有面跟炒饭 都40几块 他的东西就是 普普最爱吃的 哦 对这个 这个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热鸭吐司 对 奶油蔬菜 奶油蔬菜口味 35块 好便宜喔 重点是它里面有两个 而且它还有其他口味 我昨天吃到一个里面包肉松的 很特殊 对 这是你们昨天都买的明智的牛奶 看你们喝两天了 但是我个人喝起来是 没有像去韩国他们的水果牛奶那么喜欢 所以我今天来试试看别的 他们超商就有卖燕窝 而且好大一瓶喔 你要不要喝看 燕窝好啊 它一个92块耶 其实如果我们买燕窝 我们建议到更大的超商 哦 金色的那个 燕石的燕窝 第一次来带回我都有带过 比较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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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把它放回去 好棒 好大天 很多人说来便利超商也一定要买一个东西 蒸蛋吗 没有错 2 3 4 3种 3种 哇 好多喔 而且这种是它一个才 20块 超便宜 全面这两个口味前几天吃过了 都很好吃 那我来吃一下新的口味 20元入手哦 可颂加火腿 哦 这感觉应该就是跟这个应该会蛮像的 这个29块而已 多好便宜哦 对啊 你发现这边各种便当口味超级多 那么大一盒 39块 有没有很夸张 还有帮你配好的 生鲜蔬果 来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 是泰国人介绍我的 泰国紫蟹药 一包才25块 而且我在台湾我买了5包回去 那天我妈拉肚子 她直接吃了一颗 隔天就没事了 哇 这个 注意这个牌子 它像小小一包25块 这个是另外一个牌子 非常的好用的紫蟹药 我会买这些东西 他顺便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无公牌的 它是紫壳的 它有喷的 也有寒的 也有颗粒的 那其实这是他们大品牌 它才20块40块 我自己也有买 那来到这边 这是我第三个推荐的 柱棉软汤 它有草莓口味 跟葡萄口味 那我要买这个 对 还不错 所以前几分钟就要先吃了 好 那我买两个 一包各式食的对 对 看看真的有没有助眠的感觉 还有这个 蜂蜜的喉糖 百分之百蜂蜜 以前朋友在做代购 我有跟他买过 25块而已 如果有咳嗽或怎么样 你吃这个 润喉 你也可以加水 这不错 来 一包 再来随便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 榴莲了 但是榴莲 最喜欢吃本身水果榴莲 流行的制品我是还好 我记得真老板他不是前两天也有买了果冻吗 哦 他是买这个果冻 他买这个果冻 跟我们台湾某个品牌的果冻 吃起来很像 他面包看起来 蛮可口的耶 现做的披萨 现在看到披萨都会很敏感 因为自己的餐厅就是卖披萨的 对 他是火腿跟凤梨 应该夏威夷口味的 而且他一个79块 他就个人披萨 小小的披萨 想吃披萨的可以到此时此刻哦 真的 哪里有果汁啊 草莓 买买看 没有喝过 只有20块 草莓果汁 看起来就是很泰国的感觉 他下面有大瓶的牛奶 哦 这是什么 好像也是果汁耶 那你买来看看吧 原本是一瓶是12块 然后现在他特价 两瓶19块 然后口味可以任选 那就买两瓶啰 对 曾老板 有什么推荐的饼干吗 可是我觉得饼干比台湾的可能 比较好吃 我自己认为啦 因为他们说过虾胃鲜 就不要买嘛 对不对 我自己认为 就是看个人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对对对 而且他们饼干好便宜哦 他超市这边的Pinky 非常多种 玉米口味啊 然后连打泡酥口味都有 那我跟你说这边算贵哦 你们明天可能去市场 或是哪里 那种大间的 一个好像才4块5块而已 我记得这么便宜哦 这也是很多包这样 我觉得你如果想吃的话 你就是买个先吃看看 哪一个比较好吃 这个是那个耶 东洋贡的汤的口味 然后这个是打泡酥 那我吃看打泡酥吧 10块钱 10块 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 之前我们有一个同行友人 买过它 带回去吃了之后 他说 吃起来有点像老奶奶 干干的没有什么水分 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一家 7的关系 有机会可以买回去试试看 买一个汤类 哇 这个是有点像粥的东西 45 哇 这个有虾仁好大的汤哦 这个我喝看这个汤 49 感觉满值得的耶 它很大一碗 对啊 果果我觉得你很厉害耶 你拿的都是剩最后一个的 像海鲜汤 打泡酥都被拿走了 没有发现耶 刚好都抢到最后一个 对 好 那我们结账吧 来的 那总共303个人 买完咯 那我们回去吃吧 拜拜 耶 好香哦 忍不住要吃了 我先来吃这个 这个是奶油菠菜 热压吐司 这吐司很酥脆哦 热压得很好 它里面有那个火腿 吐司它们是真的现场 帮你热压的耶 对啊 值得买 那这个是 碎肉青菜蒸蛋 满满的耶 嗯 好吃 它底部有那个 一大块的肉 真材实料耶 值得推荐 推推推 20块 推 那我们来吃 最后一个的大炮猪 其实蛮简单啦 就是一边菜一边饭这样 超级香的 不愧是我连吃两碗的 好辣哦 但是味道很好吃耶 不输现煮的 但是有点辣 反而吃了这个 会更想吃更多东西 因为整个开胃了 对 尤其喜欢辣的人 超级推荐 哇 我对你这碗汤 满满的感兴趣 哇 这是奶油冬蕴供汤 这几天其实吃过 蛮多次 想喝喝看 7-7的汤好不好喝 里面料很多耶 香菇 蛋 猪菜 姜 然后蝦子 番茄 各种该有的都有 喝喝看哦 嗯 好喝喝 酸酸辣辣的 那你有没有更开胃 有哦 它这个给大家看看好了 这三个我都没有喝过 现场喝一下 草莓果汁 嗯 它喝起来 其实有点像草莓果酱的味道耶 有点甜哦 喜欢草莓的人可以喝啦 但是它偏甜 那推吗 一半一半 一样是草莓果汁 比比看哪一个比较好喝 顺利拆完了 嗯 它喝起来有点像养热多的味道 草莓养热多的感觉 比起来我会比较喜欢这个耶 因为它比较不会那么的实甜 有多了一些养热多的味道 还不错 重点是我印象深刻 两瓶特价 炸高扣19元 对 两瓶19块而已耶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大家可以喝喝看的 那再来试一下这个 打抛猪口味的饼干 嗯 好吃耶 它吃起来很香 然后味道很浓 值得推荐 而且这个很适合大买特买 有机会可以买很多带回去吃 再来是这个 铸棉软糖 我们曾老板推荐的铸棉软糖 先吃一颗 看看它的口感是什么 因为它是我喜欢吃的软糖 应该不会吃了就马上想睡觉吧 测试看看 它里面只有四颗 可是它一颗这么大颗 嗯 很香耶 嗯 它很好吃耶 所以跟一般市售的软糖的 感觉是一样的 是我喜欢的口感 不会黏牙的那种软糖 水果香蛮重的 像他说的真的有那个 帮助睡眠的效果的话 我觉得很不错 感觉值得推荐给大家 而且它一包40元真的很便宜 感觉我应该会买很多 它这个是那个 蜂蜜喉糖 大家如果喜欢吃蜂蜜口味的喉糖的话 可以买回来试试看看 你说今天总共消费多少 今天总共消费303元泰铸 303元 那很便宜耶 有饭 有吐司 有蛋 然后又一碗汤 然后三个水果汁 饼干 软糖 喉糖 很便宜耶 值不值得买 值得 值得 如果这样的东西在台湾的话 你不觉得应该至少 没有500 600是不可能的 真的蛮便宜的 你觉得你这是在泰国体验 他们的超商 跟台湾的超商 有哪一些不一样 大同小异啦 主要是口味不太一样 那我们记得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用听觉来观察 挺有的旋律 身边的眼不会被爱出现 不可承受时的 音乐再慢一点 我会降低一些 用听觉来观察 无错的瞬间 编辑机和往常一样出现 放不下的 感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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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察